似乎也大感兴趣 而且还说这是低科技的计票方式 怎么说呢 我们交给记者陈嘉玲 这主播台湾的总统大选 礼拜六已经是顺利落幕了 那不论观众朋友 把神圣的一票投给谁 但整个过程都已经 向全世界展现出 台湾作为华人唯一的 民主之地展现出的优良典范 那这一次来台湾报导的 国际媒体其实也相当的多 而且他们都特别关注了 台湾的一个投开票的方式 包含像是在开票 这次台湾主要就是 采用全职本的方式来投票 而这种看似是低成本 比较传统的方式 在一些外媒的眼中而言 却是认为其实透明度 是比较高的 再来就是开票的模式 除了所有人都可以到 投开票所进行监票之外 再来就是开票的人员 必须将选票完全的张开 并且一一的唱出 这张选票到底是投给 哪一位候选人 而这些看在外国媒体眼中 其实都是一个相当的是透明 低传统但是是一个 比较做票可能性比较低的方式 据理来说在美国 虽然是有电子投票 还有是邮寄的投票 虽然是比较方便 但是其实也被认为 安全性比较不足的 不过再来就是关于台湾大选 跟选举有关的历史 其实最早是可以推到 1935年日志时期 当时就是有一个选举 不过当年的选举 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民主模式 因为对于投票者的身份 有非常多的限制 像是有规定了 包含是你必须要缴税到 什么样的程度 才能够进行的投票 所以当时这个样子的过程 并不是相当的民主的 再来就是到之后 国民政府拨迁来台 在1950年的时候 也有陆续的举办投票 但是当时的投票方式 虽然是维持了这样 唱票开票的方式 但是当时的监票人员 其实都是规定 由党工相关的公务人员 来进行 而且禁止竞选的对手 来到现场来监票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导致当时戒严情况时代下 非常多的作票情况 还有当时像是可能开票到一半 突然停电等等 所以台湾曾经经历这样子的一个 非民主的一个时代 再来就是算一算 从台湾1996年 才开始进行首次的总统大选以来 到现在也只不过才28年 而相对像是欧美美国这种 已经有200多年 总统选举的历史而言 来说台湾这方面 当然是还是有很多的挑战 不过这一次的选举 台湾不论是从选前到选后 其实整体而言说是相对的和平 而这些看在国际媒体眼中 都再次显示 台湾作为华人民主社会的灯塔 这一部分是当之无愧的 主播 不过其实在台湾选出新的领导人 这时候 欧洲丹麦是不是也有新的国王 而且女王玛格丽特二世 宣布退位似乎是非常的突然 因为传出连新国王 是前三天才被通知 再更多详情交给记者嘉玲 是的 主播 在全球社会关注台湾选举的同时 其实另外一个备受瞩目的焦点 就是丹麦在位52年高龄83岁的 玛格丽特二世女王 今天就是台湾时间 昨天晚上大约9点的时候 是正式来退位了 把这个王位交接给了王储 也就是弗瑞德里克国王 他的称号是弗瑞德里克十世 而在这个新王继位典礼的仪式当天 尽管丹麦当天气温非常低 大概只有是两到三度左右 但是现场还是吸引了大约是高达 十万的民众共襄胜举 先前我们也为您报道 丹麦卸任的这位玛格丽特二世女王 被称为是最酷的女王 她的人气也非常高哄 因为她被称为学霸女王 像是有学习了哲学 考古学还有国际法之外 她在在位期间也是相当的亲民 甚至走出了一个斜杠的人生 她自学绘画 举办过非常多次的画展 甚至到了去年 前年都还在为芭蕾舞剧 亲自的设计了服装 还有场景 甚至是Netflix电影的 其中一部电影也是由这位女王 83岁的女王来操刀 设计这个服装的 所以是相当的受到民众的欢迎 而这也是为何丹麦人 其实到现在对于君主制 这个体制还是相当的支持 对现在的王室的支持度 也高达了80% 另外这次新王登基 包含是澳洲媒体 也是非常的关注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现在新王后 她其实是一个澳洲人出身 所以在澳洲人眼里 这个新王后对她们来说 也是予有荣焉的 值得一提的是 从卸任的丹麦女王在位期间 一直致力于王室的现代化 包含丹麦王室的开销 其实相对的节省 大概是只有英国王室的 四分之一左右 所以除了今天看到的 一个新王的交接仪式之外 丹麦国王之后 并不会像英国一样 另外举行一个 盛大的加冕仪式典礼 以上主播 好 谢谢嘉玲 其他的国际新闻 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 冰岛西南部有一座火山 当地是无预警的突然喷发 而且熔岩还蔓延到当地民宅 导致被摧毁 想请交给记者黄宇轩 镜头前这栋白色建筑 不断窜出火光黑烟 就在建筑附近 还能清楚看到大片火山熔岩 熔岩持续蔓延 侵蚀整栋建筑 景象出目惊心 这里是冰岛西南部 雷克亚内斯半岛 当地一座火山 14号无预警喷发 喷发瞬间火光冲天 有机上旅客拍下当时影像 熔岩快速流窜 导致当地城镇 格林达维克 两间民宅被毁 当局紧急撤离 周围居民 1 km lang sprunga sem hefur myndast þarna hún er norðrændin á hún er mjög svipuðum stað aðeins sunnar en söðrændin væri á sprunguna sem gaus þarna í desember og sprungan hann liggur í gegnum varnakarðana sem búir að gera hún er svona 100-200 metra hún lengdist nú meðan við vorum að ljúfa og fórum í loftið upp úr áft og horfum á þetta í svona 1,5 tíma þetta er bara 2 tíma 當局搭建的屏障 男党容颜 目前只能撤离 居民一側安全 不過當地火山 活動頻繁 這已經是一個 月內第二次 火山噴發 不過在美國東岸 倒是一星期內 接連遭遇了 兩場暴風雪 甚至還讓 卡薩斯城 舉行的 美式足球季后賽 出現了零下 20度的低温 这是写下了 聯盟史上 第四低的 球賽記錄 剛拿到全美冠軍的 密西根大學 美式足球隊 在大雪中 和粉絲揮手 球迷們 穿上羽絨衣 戴毛帽 也要在低温中 迎接偶像 因為美國東岸 連續迎來 兩場暴風雪 下雪下道凡 美國NFL 季后賽開打 雪牛城比爾 對戰 皮子堡岡人 原本星期日的比賽 卻因為暴風雪 宣布延賽 只是照常開梯的比賽 可不好過 堪薩斯城球長 星期六 對決 迈阿密海豚 現場一度出現 零下20度低温 是NFL 史上第四冷的比賽 全員嘴巴一開 就能看到白色熱氣 飄到空中 也因為天氣太差 門票價格 暴跌到一張30美元 不到1000台幣 比球場停車費 還便宜 相比之下 星期天 另一場季后賽 最低票價 就要518美元 相當台幣16000 東岸下雪超低温 紐約也因為 這場冬季風暴 大淹水 但在湖區的各州 情況更慘 停戶外一晚 車子就蓋上厚厚一層雪 路面又滑又難開 同樣在湖區 芝加哥歐海爾國際機場 也因為天氣狀況 一天取消超過800港班 同樣天氣冷壽壽的 還有南韓 大家到當地旅遊 都想吃吃看韓式炸機 不過現在價格真的不便宜 因此有超商就盯上這股商機 推出平價版的韓式炸機 南韓的國民美食韓式炸機 現在售價可一點也不親民 根據南韓媒體韓聯社的調查 南韓三大炸機連鎖業者 喬村 BHC 和BBQ的一人份炸機 價格全都突破500元台幣 如果加上外送費 想用一餐炸機 就得花上塊800元 高通膨時代變貴的可不只有炸機 因為連蔬菜水果都是一天比一天貴 還好南韓超商也有賣韓式炸機 成了外食族的救心 市場南韓人的全群肌肉消費正逐漸下滑 越來越貴的炸機或許正常消費者 你肌肉越來越越 聽聽新聞綜合報導